最後一道房間再交給湯瑪士 面對的第一位打者是林志勝 李居貫轉任 應該講不是轉任 應該講是定位只投一局之後 最近已經連四場上來都是投一局 都沒有丟掉任何的分數 而且四場這四局只被打一支安打 另外投一個保送 他也就全力都標球速度 效果也蠻好 李居貫他的確是有這樣的條件 這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就看教練怎麼用 這時候把他這樣的一個定位 看起來效果也真的蠻好的 而且最近李居貫在投球過程當中 其實真的都不囉嗦 速球的比重也比 當然變化球的比重也來得多 而且加強他只投用短局速的 你有這種145公里上的速球 當大的就是直接就標速球 讓變化球來做一些搭配 面對林志全良好球沒有壞球 來個變化球 多一點搭配形成了良好一環 所以以世界各國的中級投手 大部分都是這樣的類型 就是球速很快 反正他就上來只壓一局這樣 他把所有的能量就集中在一局 甚至於有時候一兩個打擊就好了 那這個定位就任務 角色跟任務的定位都很清楚 現在良好一環 我們要塞一個內角之球嗎 就這個球打成一個滾地球 不要有一手撲下來 起身傳音雷 奧洞 這個球眼見要穿越安打結果 被安歸硬勢攔截 這場比賽精彩精彩 所以誰說這叫消化比賽 這絕對是好看的比賽 沒錯 而且我們看到林志全良這樣 奮不顧身 哇怎樣這個球打得真的夠漂亮 最後用鋪的其實直接跑 搞不好也 或許是有機會的 沒錯 但是最後用採取一個 撲壘的一個方式 也是拼佔精神可佳 沒錯 當然我們也都知道 這種所謂用撲的速度 應該會比較慢 但是選手在拼佔的過程當中 這種奮不顧身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面穿上也是值得鼓勵的 這個球又打到二壘手的正面 結果打擊的 郭遠雲呢 是被自殺 卻能形成兩出局 面對兩位打者 比機關的近雷點 也確實做得很好 而且我們看到速度都來到146公里 也就是說 他是有一定的壓制能力在 這個直接跑搞不好來得及 而且後來自身那個加速度其實蠻不錯 有一點皮肉傷是難免的 現在輪到第六方 今天呢 在第六局 適時地敲出一盞打的龍貓真好局 好球衣真的夠高 對 而且這個他的這一些球都 非常有威力 不好打的好球 所以李居慣應該發揮他這樣的特性 畢竟他身材高大 有這樣的一個 訴求的威力 的確真的不用 太多的變化球來做搭配 這個轉折點呢 就從五月三十一號開始 哎呦 又打到了二壘手的管局 曾將有接到之後 傳燕磊 形成了一個三上三下 這個半距離 李居慣跟陳江河的表現 都相當地突出2比2 雙方平手 酒店 不是一個人 就算你了 這次的主要是 是在我們的公司 要說 是在那間 是不是